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 2015年的Paper 2第七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某條題目 他就說If beta is the root of the equation 就是4x2次-5x-1等於0 他問你 頂7加10個beta再減8個beta2等於多少 事不宜遲 先拿一張單項字出來再說 在未做這條題目之前 我就將它的資料做個整理 其實以下這堆算草字 當算草用 其實他現在就說4x2次 再減5x 再減1 就等於0 他現在就說有個root 有個根 其實其中一個就會是beta 是不是? 不如我用紅筆吧 其中一個root是beta OK 那究竟怎樣做這條呢? 不如我先割開這條 如果你給我 我就會這樣想 或者我割開它 拿一支綠色筆 好像放綠色筆 那我怎樣想 我自己會這樣想 不如我作個例子 舉個例子 先不要看這條題目 左邊是他的題目 右邊我給你一個例子 好嗎? 舉個例子 現在我問你 如果我給一條叫做x2次 2-5x 加6 加6 好嗎? 等於0 那如果我要你找出兩個root 那你很簡單 就是按Formula 01 不過你還未按 你都知道 因為那個index 指數 次方是2 所以有多少個root 有多少個根 最多 當然有兩個 所以計算機出來 應該最多有兩個 但計算機有時候出到一個 甚至沒有 所以為甚麼叫做最多 就是這樣 好嗎? 所以出到來 按計算機方便是01 按1 按1 exe-5 6 然後你會出第一個 應該是2 來的 好 第二個 就是3 可以嗎? 為甚麼我這麼強調這兩個root 其實你看看這兩個root的特性 好嗎? 例如舉個例子 我先當看這個 先當root是2 先當root 其實是2 來的時候 好 看看這個2有甚麼特性 好嗎? 好嗎? 其實我們會看到 如果你這樣帶下去 嘩 好噁心 好噁心 先當我畫畫好一點 對了 那你把整個比例子 那裡 那個left hand side會是甚麼呢? 對了 就會等於 好了 x是2次 那我把2 放個2 整個比例子 的2次 好 再減5 放個x是2 再加6 好 當然 按下計數機 你的知位 心算都知道 是0 按下計數機 就等於 right hand side 對嗎? 然後 x是2 剛好等於 right hand side 而我剛才也說 為甚麼要把2 因為 把2 就是root 你會發現 有一個特性 你把root 把根 放到 方程 這個比例子 竟然 是right hand side 和right hand side 不順扯的 再試一下 好嗎? 譬如 x是等於 3 好嗎? 因為3 是另一個root 好嗎? 我都說了 最多有兩個root 最多有兩個root 是嗎? 因爲它是 過了第二 而你又試一下 3 好嗎? 如果代上去的情況下 右 hand side 好了 就等於 3 的2次 再減5 3 再加6 當然啦 按鍵手機 好心思日好 都是等於0 它亦會等於 右 hand side 是嗎? 因為右 hand side 是0 合理 是嗎? 因爲它是root 墮下去就一定符合 可以嗎? 所以 換句話來說 我選擇它 我想說些甚麼呢? 其實我想說的是 原來你會發現 但是呢 題目呢 它說有個這樣的 equation 在這裏 Beta就是root 那是甚麼意思? 你可以把這個 代上去 那是不是 整件事應該是 左 hand side 跟右 hand side 行不行? 所以其實呢 如果你讓我做這條 我的藍筆 好嗎? 現在寫給你看 就是我會這樣說 我會說 由於 你說的 是嗎? Beta Beta is a root of the equation 合理 所以我這樣代上去 都很合理 就是怎樣? 4乘以beta 是嗎? 不用固 是嗎? X是代為Beta 的二次 再減 5乘以beta 再減1 就會等於0 好了 之後我就會在這裏看 現在它的目標 給我們做甚麼呢? 留意一下 目標叫我們做粉紅色這塊東西 問我們就是 7 再加 10個Beta 再減8個Beta 二次 究竟會等於甚麼 冬冬染西蔥 他想問我們這塊東西 是嗎? 那我就在這裏想 現在 我用黃色highlight 好嗎? 首先我會見到 這裏有個-8的Beta 二次 是嗎? 其實我會看到這個位置 4個Beta 二次 4乘多會變成-8 那當然是乘乎2 所以我左右兩邊 現在 這條式的左右兩邊 我同一時間乘乎2 所以乘乎2的情況下 這裡 我就會怎樣? 就變成 這個位置 好噁心 乘乎2的情況下 這個就是-8個Beta 的二次 乘乎2 乘乎2 即是乎乎1 5 2 10個Beta 乘乎2 即是乎乎2 0乘乎2 當然繼續是0 成功地 你是否已經跟它接近些 就是黃色部分 大家都一樣 已經 這麼巧合 又有橙色部分 加10個Beta 看到嗎? 加10個Beta 這麼巧合 看到嗎? 當然是巧合 因為題目作出來 它想你這樣做 問題 就是 別人問你加7 這裡你加2 所以下一步你會怎樣做? 你給我 我當然是左右兩邊加幾 當然是加5 所以這裡我繼續 這個 就是-8個Beta 所以就是這個 換句話來說 最後 它想你怎樣? 問你這塊是甚麼 如果你真是Longer 你就調位給它看 如果你要漂亮的話 你可以先寫加7 然後 再寫加10Beta 而最後寫 -8個Beta 的Square 他問你這塊 等於甚麼 正正就是粉紅色的那塊 就是等於5 所以這個就是終極答案 OK 行不行 好了 我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正確答案 有了 見到了 行不行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